招牌的黄色长发出其不意 从观众席出现全场欢声雷动 变装皇后妮菲亚台上展现魅力 台下也表态力挺 现身抗争活动街头 精神喊话陪民众一起表达诉求 我的立场就是去捍卫我们辛苦 就是得来的民族 然后就是觉得 我们都要认真的站出来 去捍卫我们在乎的事情 身为公众人物 艺人莫子怡也在脸书公开表态 提到尊重每个不同的立场 希望民主能充分理性沟通 倾听不同意见 尊重包容共存 一起守护国家与人民的民主 曾经参与抗争电影1895 温生豪回忆演出时热血沸腾 甚至有冲动想把鲜血 抹在这片土地上 脸书发文提到 时至今日这块土地 仍是多方寂予虎视眈眈 如果找不到未来 也许可以回望过去 关于我们的400年 关于我们母亲的身世 关于我们自己 天文才两天 近3万人按赞 有人留言 尽管全文没有提到台湾 但400年一词 让人惊艳 举着直版 欢迎大家领取 免费的轻便语衣 歌手于佩真 24号也现身立法院外 担心天后不佳 赞助50件语衣 于佩真除了是歌手 也是小有名气的演员 演出作品包括 刘麻沟15号 更以神算入围 第48届金钟奖 迷你聚集女主角 下了舞台用实质行动 展现对台湾热爱 台湾艺人遭打压 不少明星也愿意 勇敢站出来 而飞向中国低头 三连新闻 刘麻沟 台北 最本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